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充电站的视频 如果说Cybertruck改变了我们对于智能汽车未来的认知的话 那么这个CyberVolt就将改变我们对于家庭充电桩的全面认知了 CyberVolt可以说是这两天国内外特斯拉社区最为热门讨论的一款产品了 特斯拉在海内外都进行了两轮的预热 于是大家对它的胃口其实被吊到了最高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CyberVolt是什么的话 我觉得它是现阶段最完善的家庭充电桩环境解决方案 它包括了它的外壳和内部的充电器的两部分 其实长久以来大家对于家庭充电桩的环境保护多有微词 很多人都喜欢在外面买一个保护罩的原因 一方面是为了用电安全 另一方面也是担心自己的充电桩遭到破坏 而它就是现阶段最优秀的解决方案 使用CyberVolt你会得到五个方面的全面的体验提升 第一点就是它超酷的外观了 其实从老远看 它是现在目前最具有辨识度的家庭充电桩的解决方案 因为它长得实在太像CyberTruck了 整个冷面的处理都跟CyberTruck一面相成 整体采用了两种不同的颜色处理 前面是一种叫做断色银的雅装材质 侧面则是一个磨砂黑的材质 除了让它显得质展非常高级之外 其实在现在这种复杂的装线团件下 它每个冷面都能显得非常具有未来展并且不突兀 这种设计其实也继承了特斯拉工程的巧思 第二点 极招的可套性 虽然大家觉得我们现在拍摄的这个环境略微有些简陋 但我觉得这个安装位置 其实可以代表中国绝大多数家用充电桩 在室外的一个安装条件 那就是要经历风吹雨晒 甚至在我们这个充电桩安装之前的一个小时 刚刚经历了一场中道大雨 整个CyberTruck在可套性上做了极大的努力 第一它吸收了特斯拉在工程和制造上的先进优势 整个的外表是由一匹冲压来完成的 同时像这个表面的喷漆进行了21到工艺的处理 让它整个的耐久性变得非常支招 第二点 针对于大家的使用环境 它也做了很多面对恶劣环境的设计 比如说增加了一圈新的防水条 可以防止水的进入 而且还增加了一个铰链 可以让它在大风当中不至于开合太多 整个CyberVolt支持IP54的室外环境的防护等级 可以说达到了现在家用充电桩的一个最高水准 第三点 极招的安装质量 选择了CyberVolt 你就可以得到由特斯拉官方提供的安装服务 第一点就是整个的走线非常的规范和标准 用材质量也非常高 第二点 其实是CyberVolt的内部细节 其实达到了令人发指的高度 你可以发现里面每一个螺丝细节 甚至都做了全面的黑化 让你找到了一点苹果产品内部的感觉 第三点 所有工人在关键工序 都采用了科学的安装方法 甚至连每个螺丝的扭矩 都有一个官方标准和记录 全程也都有安装的照片进行回溯 你不用担心整个安装出现任何的纰漏 第四 极强的安全性 大家既然选择了一个叫做CyberVolt的 后缀代表保险箱名字的这么一个产品 自然是希望在使用当中 人车装都能安全 它也做到了细致入微 第一是极招的电气安全性 大家看这种关键的保险部分 都采用了西门子这样的供用商 保证了整个使用当中的电气安全无余 第二点 整个箱体采用了防割的设计 无论是您的人手还是线缆 大家都不用担心在使用当中被划伤 第三点 它的侧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门锁的设计 你可以通过密码和钥匙两种方式进行锁臂 就不用担心其他人会触碰到你的充电桩了 第五点 极其的便利性 其实CyberVolt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线缆缠绕系统 并且提供了长达5米的原装线缆 即便您是车头向内 也可以非常方便的为您的车辆提供充电服务 同时这里有一种重大的彩蛋 就是本身这个充电桩的本体 其实跟特斯拉自己的便携充电器是一致的 如果您需要车辆进行远途出行的话 可以方便的把它取拿下来 通过一个专用的转接器配件 就可以实现路途上的充电了 真正实现一桩多用 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 特斯拉用Cyber开头的产品都具有一种魔力 它会让你感觉到我们已经把未来带入了现实 其实特斯拉是一家一直致力于在充电场景下 不断改变人类对于智能汽车使用环境认知的厂商 从最开始给大家提供方便的加充装 再到用超级充电改变整个人类出行的习惯 再到如今特斯拉正在用各种这样的新的能源形式和充电场景 来完善我们的充电生活 同时这个Cybermote其实也是一个体现了特斯拉中国和特斯拉中国充电团队 对于中国用户在很多用电场景下特殊需求的一种全面细节的体验 目前这款产品可能只在中国能够大家率先体验到 这也是我们作为中国特斯拉车主的一个充钱的福利 相信大家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这款产品已经可以在多个官方渠道进行购买了 如果你长兴趣的话呢 记得提前去抢单 OK这里是超级充电站 我们下期再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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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